如果可能有些地方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就是說要把這個資料 本來是數字變成文字 那怎麼變文字 我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當然你就是在這邊 插入一個那個什麼函數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哪個函數可以轉換為文字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打轉 可能你要打全名 你不能打簡稱 比如說剛剛我轉文字 你可能要打轉換 我看一下轉換為 而且每個字都要對 如果不對的話 他可能沒辦法找到 轉換為文字看看 有了有沒有 建議採用 這時候就OK了 所以剛剛打的名稱叫轉文字 轉換為沒有也不行 所以我覺得未來他這個應該搜尋功能 以後這個CharGP 應該可以在這邊發揮效用 也讓你在找函數上面更加的便利 而且甚至是不是教你怎麼做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會讓Office更簡單一些些 不然的話 誰會知道說用哪個函數 可以幫忙做什麼事情 好 他會有一個建議採用這一個 OK按確定 所以剛剛的話 第一個是把Value加進來 第二個就是雙引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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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8個0 所以5 6 7 8 OK按破雙引號 你可以看到結果 就是數字轉文字按確定 然後再把他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他會靠左對齊 表示他是文字 那我剛才做一件事 Ctrl-C的向下 你把他做完之後 Ctrl-C 那Ctrl-C之後的話 當然你要把他貼過來 有沒有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貼過來 所以Ctrl-V貼上 不過貼之後的話 當然會有這個錯誤 是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這裡面 目前是一個公式 公式貼過來的話呢 他還是公式 所以他找不到 那怎麼辦 記得 這邊有一個叫智慧標籤 就是一個那個 選擇性貼上 那你把它改1 2 3就可以了 只有直 這樣OK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 你貼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 這邊Ctrl-C對不對 Ctrl-C 那你貼的時候 這邊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也是找123也可以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應該 有用到過吧 這樣的話其實就可以貼過來 它是一個正確的資料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嗯 這個 目前是文字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數字的話 OK 那怎麼樣轉成數字 有沒有 顛倒過來 剛剛是轉換文字 現在的話 要轉換為數字的話 那轉換為數字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個函數 是不是可以用用問的 OK 一樣 可是好像一定要打全名吧 我再 轉換為 轉換為數字 看會不會知道說用哪一個 轉換為數字 以後如果你 不知道用哪一個的話 按 輸入按開始看看 有耶 但它提供的是什麼 Lumber 什麼 Value LumberValue 其實LumberValue也可以 只是它比較複雜一點點 我按確定看看 它要一二三 哇 三個條件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你假設要轉數字的話 其實不用這麼複雜的 你另外有一個 用什麼啦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 教過各位有一個函數 就文字類裡面最後一個 叫Value 這邊有一個Value to test Value to test 是不是也可以做test 我不確定 這其實也可以試用看看 它有時候函數 好幾個都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結果 你們可以串串看 Value Value的話 如果假如我們一個需求 我希望再把文字 現在文字轉換為數字的話 那其實就是在一個Value 它又會自動幫你轉為數字了 目前是沒有需要 我說假設如果未來有這種需求 你就知道 文字可以轉過去 也可以把它轉回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剛剛做的動作 一先把這個轉換了 二的話呢 再給條件 三個條件 游標先放在第一列上面 任何一個儲存格 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給一個什麼 這個文字篩選 大於等於2010 OK 大於等於 OK 第一條件 所以顯示的一定是2010的 所以 這個是條件一 那條件二的話呢 要 兩個都重複的話呢 那就是第二個條件 也要給它 結束於6668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必須要這個條件為處 這個條件也要為處 它才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那如果假如它這個地方是 是大於等於2010 但是並沒有668 它也不會顯示出來 所以顯示出來的一定是這個條件為處 這個條件也為處 好 還有第三個條件 第三條件就是這個地方有沒有 文字 兩個一個23或24就開始於 然後這個23 然後或開始於這個地方的話 開始於24 好 那這樣的話 就應該出現是我們要的啦 所以你可以再比對一下 這個每一筆應該都是對的喔 如果有 Loss 掉的話 可能再看一下 OK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再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當然那個 證照有它的設定 太複雜了 我用黃色就好了 所以黃色記得 游標放在A2的下一個 A2的下一個這個 然後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我是填一個黃色就好了 OK 黃色填一下 當然你說老師 那未來喔 我要想要把它取消掉怎麼辦 OK 加上去 加上去我就先怎麼樣 把篩選再取消 再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留下來的就會是只有 剛剛是條件的那個部分 這個 這個是啦 底下 這幾個應該也是啦 這個應該也是 所以你們可以再確定一下 有沒有 對 應該沒錯 所以它這三個條件 一定要都為True 它才會幫你填顏色 所以這個應該都沒問題 OK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你操作上應該 因為我覺得 反而我比較相信 這個電腦做出來的結果 反而有時候比較會 擔心說人工在作業過程中 有一些疏漏 反而我還比較相信電腦的結果 那人會做錯啦 但是我覺得電腦你只要給對的指令 它應該也不太可能會 它要不就是做不出來 要不就是說呢 它就是正確結果 大概類似這樣這樣 好 那可是最後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這個顏色再把它恢復的話啦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還要再篩選一次 然後再把它找到 其實不用啦 你就油標放A2嘛 Ctrl-Ship向右向下 全選起來嘛 然後再用裡面的油漆桶 改成5填滿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裡面不是也有很多是沒有顏色 對 沒有顏色就還是沒顏色 那有顏色呢 就變沒顏色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網打鏡的道理 然後通通變回來就OK了 好 這樣就恢復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幫我把它換回原來的樣子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說 順便帶一個很重要的功能篩選 那這個篩選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們這樣要找資料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 還有這麼好用的功能 然後主要你要知道說 這個功能要怎麼去操作 那其實比較特別要小心的就是說 你在做篩選的時候 一定要確定說 到底它這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是放的是文字還是數字 因為文字跟數字 篩選出來的條件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需要的是文字 那你就要把數字轉換為文字之後再來篩選 不然得到的結果也會是不正確的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再來可能除了說 因為我們剛剛主要是查三個欄位 年份跟編號 跟介格號 但是以各位有沒有習慣去圖書館查資料 那理論上我們的習慣應該是 我怎麼會知道編號 除非你已經知道書目編號 而且我也不一定會知道年份 但是我通常要找書的話 通常是會根據什麼 根據他這本書的書名吧 有沒有 書名關鍵字比如說想要找 這裡面有什麼 徐志摩有沒有 圖書館裡面有沒有有關徐志摩相關的書籍 有的話幫我顯示出來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作者是誰 可能我想要找作者是誰 我知道那個作者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要找 假設說我希望找什麼 找那個有關徐志摩相關書籍 那怎麼找 很簡單嘛 第一個要先把篩選先取消 再按一下篩選 然後給他一個關鍵字 你會發現這個裡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文字 那關鍵字的話記得 一定是什麼 包含 對不對 包含 那比如說把那個徐志摩打上去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得到什麼 我們要的結果了有沒有 關鍵 書名裡面有徐志摩的幫我找出來 我可以按確定 這時候就有了 不過你會發現 徐志摩它這個好像是簡體字耶 OK 那只有一筆而已嗎 OK 這還有徐志摩魚 陸曉曼的那個情愛世界 這蠻妙的 OK 然後取消就恢復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寫一個查詢系統好了 這個查詢系統最好是說 不要每次都按一下這個篩選 最好旁邊有個按鈕 按一下它之後跳出來 我直接輸入關鍵字 自動給我結果就好了 然後再按鈕把它恢復 這樣就很方便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根據目前的資料 在旁邊寫一個所謂的提名 這個叫書名 書名提名的檢索系統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可能我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這是簡體字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假設是輸入是繁體字的話 有可能會找不到 所以理論上我習慣會先把這邊所有的資料 通通轉成繁體字算了 所以要怎麼轉比較快 其實它第一個 把這個範圍全選 Ctrl-Shift向右向下 第二個其實你可以在 我記得教育裡面好像就有這個功能 如果你的版本不要太舊的話 應該都有這個功能 有沒有 把簡體字轉成繁體字 但是它會跟你警告 它說如果轉換完之後 就沒辦法復原 所以如果你假設擔心說 你做這件事情 會沒有留下資料的話 你有一個方法 要不然就是你直接把這個工作表 先複製一份到旁邊 有沒有 把它複製過來 拖拉加坎受鍵 複製一份 那一個是簡體 一個是繁體也可以 這樣就兩個版本 一個是簡體 一個是繁體 然後再去轉換 所以這個假設 把它轉換成繁體 OK 這個沒問題了 然後一個就是讓它轉換成什麼 簡體 這樣就可以兩個版本 有繁體有簡體 OK 這個是剛好看到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主要是希望 針對這個資料 把它做一個查詢系統出來 那這個查詢系統 其實蠻好用的 其實我蠻常會 根據我要查詢的資料 那我就在旁邊加個按鈕 按下去輸入之後 結果就出來 一些蠻方便的 但是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不會做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在Excel裡面 如果你要把那個 對應的程式 讓它可以顯示出來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還蠻貼心的功能 就是叫所謂錄字聚集 如果你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錄下來 再來改就可以了 OK 那怎麼錄怎麼改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問題先解決 然後再試試看 找一下這個有關 如果根據提名篩選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再試試看 然後再試試看 好 好 好